阿萨回香港为即将推出的新专辑做宣传 虽然她现在已经以拍戏为主 唱歌只是她的副业 但是也维持一年发一张专辑的速度 阿萨还自爆 有粉丝嫌她的发片速度太快 弄得她哭笑不得 早前因参加内地跳水节目 而触及旧伤的阿萨 在完成节目后在北京接受物理治疗 但由于好姐妹阿娇之前也有在看 阿萨就干脆用了阿娇的套票 而由于套票的价格高达几万块 让阿萨感叹真轻贵 校园如果套票最后用不完的话 一定要把她转卖出去 早前阿娇与韩国男友分手 阿萨就力争阿娇的心情 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阿娇心情很好啊 她一直都很好啊 不用担心 她最近刚刚也发了 她的最新国语专辑童话 那现在就在很多内地的地方在做宣传 所以她现在应该很忙 没时间想事情 另外自从三年前 高调于师弟淳伟廷发生姐弟恋后 阿萨与对方的恋情可谓越来越低调 有时候阿萨更故意去谈对方 导致不时都有两人分手的消息传出 因此围体业随时监察两人关系的发展 她最近刚刚也拍完戏回香港 然后她很快又要去别的地方拍戏 所以现在就是有时间就会 对啊 就见一下了 最近还好 对啊 但是时间有限 哇好寒的 当然 他们自己去的心 没有 到了 好寒 哦 哦大便了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嗯 哎 哎 哎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